我们看这题目 若圆放的式为x平方加1平方加2x-2y等于0 与直线3x-3y加k等于0相切 是求实数k之值 那么首先我们将在圆放的式写程式标准式 那我们写下这是x加1括号的平方 加上这是y-1括号的平方 然后这是等于2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圆心假设是欧点 那么坐标是-11 半径我们假设是r 那么r平方是等于2 所以r是等于根号2 那么这时候我们求这圆心欧到直线L的距离 那么这是等于我们利用点到直线距离公式 这分母呢是根号 3的平方加-3取平方 所以根号里面这是9加9 那么分子呢 这是取绝对值 然后以圆心坐标 带入直线方式的这个部分 那么3乘以-1 这是-3 减掉3乘以1 这是3 然后加k 这取绝对值 那么这等于这是根号18 那么也就是3根号2 那么分子呢 这个绝对值里面这是k-6 那么这时候圆与直线是相切的 所以呢 圆心到这切线距离呢 要等于半径 所以呢 这是要等于根号2 因此我们把3根号2乘过去 那么我们得到 这k-6取绝对值 这等于3根号2乘以2 那么得到这3乘以2 这是6 因此呢 这第一个 这k-6是等于6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 这k是等于12 那么第二个 这k-6是等于-6 那么我们算出 这k是等于0 因此呢 我们这题的答案为 k等于12 或k等于0 这个答案